大家好 邀請帶您關心 最怕這樣的鄰居就在自家隔壁 高雄男子移動公寓在今天大半夜的時候 所有住戶都被消防警報器吵醒 因為鄰居家失火了 消防趕到現場第一時間發現 一度有六個人是受困的 他們就先透過電話的方式 提醒這些受困的人 你趕快先拿這個濕毛巾堵住門縫 避免這濃煙窜進去 才保住他們的性命 只是後來大家生氣的點在於 發現會起火 疑似是一對夫妻吵架 太太一氣之下中的火 其他住戶很生氣 說這對夫妻已經不是第一次鬧事了 之前就曾經拿刀護砍 社會局還有介入調查 而這一次自己發火 就點可能燒掉整棟樓的火 被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消防人員到場受困住戶 緊急疏散到樓下 三更半夜突然發生火警 大家狼狽又驚恐 住三樓的蔡姓女子被台上擔架送醫 她身上有燒燙傷意識清楚 鞋子都來不及穿的先生 逃出來後很生氣 火警發生在高雄市南子區 這一處就是公寓 凌晨兩點多忽然冒出火焰 警方初步調查 疑似是住三樓的夫妻吵架 老婆失控引火燒屋 蔡姓妻子疑因情緒失控引火燒屋 姓周邊鄰居即使發現通報 我不是王爹 他差點得到他人也會說他 鄰居表示夫妻時常口角 之前有暴力行為 社會局也介入關懷 這一回釀成火燒屋 影響住戶安危 起火原因持續調查 警方依公共危險罪 將涉嫌縱火者移送偵辦 華視新聞的陳信仁高雄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